我们继续回来谈现在目前在种族冲突下面 美国现在媒体的一个面临的问题 我们前面谈了纽约时报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推特跟脸书 最近推特把川普总统的两个推文标示为警示 一个是认定他事实上有错误 另外一个是认为他是在 Glorify Violence就是称重暴力 这个事情在过去没有过 过去推特川普最喜欢用推特大家知道 然后推特过去自己认为他不是媒体 基本上他是一个社群的一个软体工具 所以他不会加任何的评论 但是他这样子做事实上引起了一些争议 那跟他比他更大的一个脸书 他的脸书的老板祖克伯就说我们不会这样子做 基本上他说这个要 他们不是要来确定 作为真理的仲裁者 他们也不是要 大家应该要自己来决定 他们自己要相信什么事情 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立场 你觉得祖克伯的立场对还是推特的立场更变 推特的立场对 祖克伯完全 我不能说完全 他基本上他就是不愿意把他的介入 不愿意把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公司 或他公司的产品就是脸书这个平台 变成一个介入争议的这个一个焦点 或是不愿意把他的平台变成媒体 因为媒体会有相应的责任 当成平台受到美国的这个通讯保障法 或是叫通讯进化法230条的保障 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那个保障伞之内 这样才能够把他的这个平台做大 平台做大 他相对应他的广告收入会变得增多 推特呢同样希望他并不是他同样希望他 他这个停留在这个这个平台的层次 不到媒体的层次 可是呢这两个公司都有各自的这个guide line 叫做就是他们推文的一些 大家来我这边推文来我这边贴文 都必须要遵守的守折 那么这些守折其实都大同小异 那么同样的一篇文章你放在推特说 这个是宣扬暴力的 是这个与事实不符的 你放到脸书也同样的是在宣扬暴力 宣扬这个跟事实不符 根据脸书自己的规则 那么现在变成说这两个公司呢 就依照同样的类似的相似的规则 可是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推特是说OK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这跟我的这个我公开的guide line不合 脸书就当做没看到 那么完全这是这个商业的考虑 也有人讲说这两个看起来都是社群媒体 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 推特有一点像是公园里的肥皂箱 他就站在这个箱子上面 对大家来讲 表达他自己的看法跟意见 那脸书好像是 我跟我有朋友关系的 我才把我的讯息传递出去 那如果是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这会对于他们整个经营 或者是对于目前的立场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个差别 第一这个差别我是有点存疑的 不过不重要 重要是说这个差别并不会造成说 他背后的老板会去对不同 对同样事情或是性质相似的事情 做不同的处理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因为脸书的规模 它的营业额啦 它的收入啦 它的会员人数等等 都是推特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这让这个脸书对这件事情 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一不小心 他承受的损失会很大 那么推特相对来说 他比脸书 他是脸书的十二分之一 或七分之一八分之一的规模 那么他做一个别出心裁的 这个经营决定 他也许会让 会吸引到更多的人 认同他这个决定的人 去加入他的阵营 换句话说 他比较是会变成 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会吸引这些不喜欢川普的人 愿意加入他 对 没错 那反过来讲 你刚刚说 其实现在脸书是推特的非常多倍 那之前我们也谈过 当时脸书在剑桥分析这个事情上面 受伤惨重 一度国会 要想到把它拆开来 对 分拆来 现在的脸书 是不是仍然是在这样子的压力 跟这样子的担心当中 我觉得是的 就是说 虽然现在目前没有人 比较少人提这件事情 可是脸书是不是变成 能够用反托拉斯法 去解决脸书一家独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消失 脸书仍然是一家独大的 或者说至少是在竞争上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 仍然可能会适用于反托拉斯法 那么尤其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在这次选举这件事情上面 脸书的做法跟推特做法 是完全两个对比 那么 我真的不觉得脸书老板说 他不要做真理的仲裁者 等等 是一个 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没有人叫他做真理的仲裁者 那么你都不愿意去做 那这绝对是 也许做一个CEO你是称职 可是做一个平台 你都不是称职 因为这里面跟我们上面讲的 不一样的是说 其实推特并没有封杀川普的脸书 他只是在我们在荧幕上 会显示出他的比例 其实川普的脸书 仍然是比较大的部分 只是在上面有几行小字是推特的警告 说这里面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嫌疑 这个事情其实川普后来 曾经也公开的表示 甚至说要签发行政命令 他已经签发了 来限制这些社群媒体 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权力太大了 他们将来要有适当的监督 现在目前的情况 目前没有进度 原因就很简单 今天如果说川普把这个 通讯保障法230条给取消的话 一取消就这些平台媒体就没有 就没有保障 因此你就必须要去负责审查这些 审查这些这个奇奇怪怪 各种奇奇怪言论 那平台怎么办 平台 第一个他没有 他一时三刻他找不到 找不到这种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需要专业一点知识 第二他也没有足够的这个量的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 他很简单 他就第一个办法就是 他重演审查 但是我必须打他 就是其实 即使包括脸书在内 他们大家都已经认知到 有些题目是不能碰的 比如说 比如说涉及到儿童的 赢税的这些东西 可是为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 他们其实有顾很多人 在审查里面的内容 可是为什么政治人物说谎 是可以隆认的 对 说谎有时候也有灰色地带 什么样说 说什么样谎 你是应该放行 什么样谎你是应该标示警语 什么样谎你是应该完全禁止 这都要 我觉得反过来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 他们 从脸书的角度 他希望能够难夸 更多的用户 他希望左中右的都在我这里面 可是碰到今天碰到的选举 川普要的就是这几个月 他能够自由自在的 无边无际的 随便乱讲的发言 如果脸书今天 他今天把脸书限制 把230条取消了 脸书就必须被迫要去审查这些事情 那么他为了保障 保护自己不受法律的责难 或是不受政治的迫害 他就必须要重演审查 你不管你川普说什么 我都认为你是 只要有一点点阴谋论 什么乱讲 我都把你封杀 川普就倒霉了 这个事情其实在脸书内部 有很多人提出异议 这个很多人就开始在集结 就要求老板要来解释 那祖克伯他是固定的 会跟自己的员工做这个 串流的这个会议 那他就企图跟大家来解释 他的立场 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他的说法 那脸书会不会因为大部分人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纽约时报的情况 因为大部分人的反对他的意见 最后会修改他的政策呢 我觉得脸书比较难 第一个是员工在脸书拿的薪水是比较多的 这不可否认为现实的问题 还有什么股票啊等等 第二个是脸书的这个 就算走掉一步人 他要补人也是比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 这是现实的问题 那当然一定会有人走掉的 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呢 这些人 Google也是有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 有通常说你去Google 换摊不换摊 你去推特 推特是小 比较起来是小公司 他容纳不下这些 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而你只能去一些比较小的媒体公司 就是线上媒体公司 他们付的薪水是比较少的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会持续多久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有可能脸书在最敏感的时候 就是从现在到11月 他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那过了11月以后 可能被逼着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有可能 因为这一段时间 如果他做任何改变他政策的动作 被认为是干预选拟 他会自己打自己的脸 他会认为说 各种不利他的说法都会出来 那么选举完了 他也许会改选议策 可是同样的 他一选举完改选议策 他受到影响不只是他美国生意 他全球生意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他在很多独裁统治的国家 或是集权统治的国家 他基本上都是被当地的独裁者 给利用的媒体 他如果一改变这个政策 他损失是全球性的 不是美国而已 我也有人讲说 其实这些高科技公司 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纽约时报一样 他也会面临到很多员工 他不满你这边的情况 他就干脆就离开这个公司 那尤其是他碰到的 比我们前面讲的记者 更是年轻的一群人 这些人有非常强烈的好恶的感觉 他们也不会受限于说我一定 我不是做新闻 我要维持中立的原则等等的 对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当然可以去找一个适合他 能够发挥他志向的工作 不管是利用媒体 或是利用其他的工具 他们都有各种不一样的道路可以选择 可是同样的 就是远速是一个太大的公司 他的承受伤害能力会比纽约时报来得强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邵宇 接受我们访谈 那个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有相互的关联的 而且随着11月的选举时间越来越近 还会有新的情况会发生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见